全国新冠肺炎疫情拉近爆 防疫警戒第三级 虽然目前全国都是停课的状态 但台北市议员王洪威认为 需先为六月复学做准备 新竹和高雄已为幼儿订购用餐隔板 台北市教育局也应该提前应应 台北市政府也能够超前部署 能够至少对公司力的幼儿园 能够提供用餐的隔板 让孩子们他们复学的时候 他在用餐的时候 可以能够有防疫的效果 王洪威说明 目前防疫隔板在台北市小学 及公司力幼儿园尚未普及 若未来复学恐怕是防疫一大隐忧 教育局也鼓励幼儿园实行用餐隔板 早在停课前也有学校提前制作 午餐的用餐隔板 其实去年的时候 我们学校很多幼儿园 就已经用自己教学制作的方式 自己的隔板自己画自己做 因为幼儿园的小朋友身高 不需要到那么高 然后他们的桌子相对而言 也比较窄 比较小 所以在这一块上面 我们可能会研译一起纳入规划当中 但是用采购的方式 还是纳入教学的课程当中 目前还在规划 台北市议员王宏威期盼 北市幼儿园用餐隔板 能够普及到各学校 及早部署防患未然 记者王宏威君台北报道